本周是敞开小组的第七周 小组中要分享得救的正确道路是 耶稣基督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与上帝相遇 本周的策略是邀请新朋友参加敞开小组 建立关系的第五阶段 应该自身的时候前面有个门 那个门叫美门 然后现在完全都不见了 然后听说是被回教徒整个掩盖起来 然后那天在那边就有个感动 就跟主耶稣说 说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要为你创立一个小组 所以后来我回来以后 在5月5号那天就成立一个小组 叫美门小组 你为了创这个小组 就是说一开始就是从零开始了 对 就是这次从以色列回来以后 我觉得这本圣经没有从头 对 这本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好好的去看过一次 所以这次我回来我就跟耶稣讲 我回来以后我一定要把你的圣经好好看了一次 所以这也是最近以色列回来以后 对 可是你也真的你看以色列回来不过几个月 你看看他的圣经 你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我 因为我这次圣经看了吗 是因为我把我看过的 我用四个颜色去把它标示 四个颜色的色彼 对 四个颜色的标示 对 这样看感觉很清晰 那我还注意到一个小地方 我发觉你的包装上面是有玄机的 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还想到用约翰一书 所以约翰一书不是有身体健壮凡事兴盛 这里是凡事兴盛 这是身体健壮 那这是平安喜乐 你好像也放在你的包装袋上面 对不对 有时候我就会开玩笑 叫他们去找这个包装袋里面的 有一句圣经的经节 他们都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那我说就在这里 哇 简直好像是 一个专事条 好像是在 好像在玩游戏 猜猜看我在哪里 这个就是亲爱的弟兄 我悦领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就是这一条很小条的 这一条 不仔细看也看不出来 因为信主的弟兄姐妹还不多 所以有时候 要比较隐而畏限的 然后去祝福人家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祝福的心意在里面 天桥教会从11月11日起 推动一个为期三个月的轮流禁食祷告行动 我们要呼召300名禁食祷告的勇士 专心为文创中心的建造 门徒养育班 敞开小组的推展 以及个人的灵命复兴 迫切献上祷告 邀请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们 向各区牧或高新儒姐妹报名 并填写禁食祷告任领单 在每个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9点 FM89.1南都电台 推出天桥之音单元 是由林宪平牧师主讲 本周的讲题是神机 晚间10点到11点是真情相遇的单元 本周我们邀请到方昆兰姐妹 来与我们分享她的生命见证 恩典的记号 接下来在11点到12点 是古典音乐心灵鸡汤的单元 我们要一起来聆听 丰富的古典乐曲中 对于生命以及信仰的歌颂与抒发 保足我们心灵对主的渴望 这是财务部门的报告 因为教会的人数日益增多 每次在奉献的时候 请在奉献带上面 注明您的奉献编号 姓名以及电话号码 可以帮助会计人员 正确登录你的奉献资料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奉献编号 请向干事历经查询 电话是2970882 今年的教会圣诞节布置 招募热心的弟兄姐妹来参加 请向总务同工潘献堂弟兄报名 电话是0932702385 接下来是临线屏幕师的讲到分享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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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